沙烏地阿拉伯卫生部星期天证实 又有两起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案例 全球感染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8人 其中多数在沙烏地阿拉伯 正在当地考察的世卫助理总干事福田敬儿表示 这种类SARS病毒可能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由世卫登记的病例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超过50% 总部位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 该所负责紧急生物介入小组的病毒学家曼努杰哈表示 目前新冠状病毒发生的速度 比SARS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染的速度慢 但是死亡率却高于SARS 曼努杰哈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指出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最初的死亡率为30% 之后下降到10%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登记新冠状病毒的34个确诊病例中 已有18人死亡 死亡率超过50% 沙烏地阿拉伯东部的这家人 父亲因为呼吸道感染去世三天后 儿子侯赛因阿尔赛克就开始发烧 阿尔赛克的父亲应该是感染了这种类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 但这一家四口只有阿普杜拉的检测呈阳性 其他三人包括死去的父亲的样品仍在检测中 世卫表示病毒可能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但必须长时间接触 英国和法国也报道了感染病例 他们都曾去过中东 新唐人记者李贝吉米综合报道